嗨 歡迎來到我的家 這個是Fiffy 這個是Fiffy 不要踩到自己的大便喔 媽媽來 媽媽 媽媽來 媽媽 毛毛 欸你們很難控制耶 我這個父親沒有任何的控制能 媽媽來 媽媽來 媽媽 完全不理會我耶 這種情況 你們還真的很沒面子 這三隻就是他們都黏在一起啊 尤其是他 毛毛 就你只要抱任何其他隻小朋友 他就一定要鬼叫半天 叫你要抱他這樣 毛毛算是非常慘的小孩 因為你剛剛如果有聽到他叫聲 他是沒有聲音的 他的聲帶是被狗場剪掉的 他來的時候他是一根毛都沒有耶 一根 我不誇張是一根毛都沒有 他是就是皮膚整個整個是潰爛的 然後他是被丟在垃圾袋裡面 準備死掉的小朋友 然後牙齒也是被打歪啦 斷掉啊 他只要知道有一個人愛他 他就是堅持他活下去 很神奇耶 很神奇 他叫瑪瑪 為什麼叫瑪瑪 因為當初呢他是在 他是在桃園中壢那一帶被 被一個叫王峰機長的 一直在 等於是放養 就是他知道他在哪裡出見 然後常常去餵食 後來有一天他可能突然不見了 突然不見了 然後就他們大家就可能很緊張 然後當然找到了 找到了之後發現他帶著 帶著四隻黑小狗 小黑狗 他在流浪的時候 他還帶著四隻小黑狗 為什麼他叫瑪瑪 就是因為我們以為那四隻黑狗 是他生的 然後以為他是母 他們的母親嘛 所以後來就叫媽媽 然後諧音變成媽媽 然後Fiffy Fiffy算好一點 Fiffy算是我們家狗裡面 從小養到大的 他從這麼小吧 然後他名字也是自己取的 網路上有PO他的影片 自己取名字的影片 然後那個 他是在附近公園 叫玉城公園 他那時候在流浪 他在那個玉城公園流浪 後來也是被人家撿 很小 然後撿到也是附近的動物音樂 那醫生說他剛被撿回來 我就看 很小 很可愛 我就說 那把他帶回家 就是 給他們看一下 後來就沒再下去了 哈哈哈哈 就長大 然後還有一個咖啡 咖啡在家裡 那個他不能出來 就他連我都怕 對 因為我是去救他回來的嘛 然後 開始以為我是去抓他的那個人 他怕男生 怕男生 怕戴帽子的人 因為他不是所有人都怕 就是女生比較不怕 然後 我的話呢 我只要躺在地上 他可以 我只要站得比他高的時候 他就不行 就連我坐在床上都不行 他在床上 然後我坐在床上 也不行 而且我在救他以前 他就在我家了嘛 因為他是從我家跑掉的 然後我去救他以前 他是沒有這些陰影的 他所有絕大部分的陰影就是 他流浪的那兩天 因為太多人拿手電筒罩他 去追他 抓他 然後他全程又都是星星 他太害怕那個過程 對 他到現在都很害怕 所以他出來是基本上 不太可能 帶他們出來 他們都會很好奇四周啦 跟旁邊的人 所以他們比較難專心 因為他們在家就是沒有 沒有被控制的嘛 也不綁 他們也沒有容許 所以他們都是想幹嘛就幹嘛 所以基本上 都蠻自我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禎 夏天快到啦 就要教大家一些 在家裡你只要有空地就可以做 就是不讓你偷懶 那深蹲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都聽過 深蹲的重要性有多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人的大腿肌群啊 是我們身體的肌肉量最多的地方 這等於人類第二個心掌 所以你把大腿的這個肌肉練好之後 你的心塵代謝就會變好 而且比較不容易生病 有些人呢深蹲他可能會站得比較窄啊 你知道 這樣子就沒什麼 沒什麼你知道 沒有view 所以你要站寬一點點 與肩同關 腳要斜45度角 重點是你的膝蓋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往外 下去的時候呢 腳盡量不要超過你的膠掌 最好你能夠蹲到最下面 蹲到最下面的時候 慢慢的上來 就是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重點就是屁股要夾緊 那這個東西呢 還有很多的進階版 比如說我們在健身房的時候 老師就會叫你拿著重量 然後做深蹲 這重量千萬不要太勉強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做到三組五組啊 你不會做到第二組的時候 就像我現在 很喘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啞鈴 沒有關係 可以抱小孩 或是抱狗狗 或是家裡有重量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出來用 沒有錯 你是不是以為我要放那盆栽 沒有 我接下來就是要示範的另外一個 就是棒式 但是呢 今天如果只做棒式的話 太無聊了 今天要教大家就是 棒式的進階版 這個動作呢 手就是與肩同寬之外呢 手掌要放在肩膀的底下 不要太前也不要太後 就是在你的肩膀下方 然後碰肩的時候呢 身體要保持平衡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晃動啊 因為他就是想要靠這個晃動去 你知道去完成這個動作 可是其實晃動的話 效果就會不好 盡量用你的大腿 跟你的腹部的這個力量 hold住它 然後接下來呢 你的手 就是碰肩膀 再來碰腳 有沒有發現 其實所有的東西 動作就是慢 因為只要你當快速做的時候 就會沒那麼有效果 摸上肩的時候呢 是讓你的下半身的核心肌群 能夠平衡 能夠用到力氣 但是呢當你腳抬起來的時候 這個動作 就是在訓練你的側腹 今天示範給大家的就是 完全在家裡不用任何輔助用品 每天這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做三組 一組呢做十下 當然大家記住 運動就是不要勉強 如果你一開始做十組 覺得累死了 這動作會想要殺人 那你下次就不會想做 然後讓自己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那才是重要 重點 好嗎 祝大家一個超級瘦的夏天 之前呢曾經在Vogue的網站上面寫過一篇 凡士林的文章 得到蠻多粉絲的回想 那我們在Vogue的臉書也進行了一個大調查 其實大家真的對凡士林都很好奇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解答一些凡士林的問題吧 第一題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是什麼呢 就是凡士林是怎麼來的 是天然的產品嗎 其實凡士林是由石油精煉出來的 所以它算是天然的產品喔 然後呢其實石油精煉過後 它其實會有三種的產物 像是會有油 有辣 有膏 那凡士林其實就是屬於辣的一種 所以它是天然的成分 第二題是什麼呢 就是凡士林應該怎麼選擇 我應該要選擇黃色的凡士林 還是白色的凡士林 其實這一題一丟出來 大家應該也覺得很多黑人問號 原來凡士林還有分顏色 有分黃色跟白色 其實是有的 大部分的我們在市面上面看到的凡士林啊 可能都是偏有一點點淡淡的黃色 其實我手邊這三款 是屬於蠢化程度很高的白色凡士林 那蠢化程度比較高的凡士林 為什麼比較好 因為它比較穩定 沒有添加其他的成分 塗在皮膚上面 就不會跟其他的化學成分 發生一些反應作用 那所以如果皮膚有狀況的話 單純擦白色的凡士林 就比較有幫助 第三個呢就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到底凡士林應該怎麼用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夏天啊 或者是你的皮膚蠻油的 其實有沒有什麼狀況 凡士林基本上是用不到 你就是把它放著備用就好 那凡士林什麼人最愛用呢 就是皮膚比較乾比較薄 或者是冬天 當你的皮膚被風吹到很敏感 然後就是紋路啊 或是紅腫乾燥脫屑 凡士林就是最好用的 像鄧子齊就有一個凡士林的後敷法 在那個小紅書也是風船 然後呢也是解救了它那個被冷風吹過 那種很乾燥的皮膚 那它是怎麼做呢 它就準備了一個紗布跟水跟凡士林 那它先把 它是基本上呢 它是先把臉打濕 之後呢 它就在臉上擦了一層凡士林 後敷凡士林之後呢 它就把紗布蓋上去 大概等等等等等等 等了大概30分鐘 就把紗布拿下來 然後再把紗布輕輕把一些 多餘的凡士林擦掉 它這樣連續做了大概幾天吧 它的皮膚又像回到嬰兒般的那種嫩子 所以凡士林啊 真的是皮膚急救的好朋友喔 第四個問題大家很好奇的是 凡士林會不會阻塞毛孔啊 因為它看起來這麼的油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先了解 凡士林它到底是用來幹嘛的 然後網路上有人在說 凡士林是不是可以去黑頭粉刺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其實凡士林它其實是 當成皮膚的一個保護層 就是保護你皮膚 不要受到外面一些環境啊 一些刺激的干擾 所以不會進入毛細孔 幫你治療什麼東西 所以這是不對的 網路上面是錯的 那有人問說凡士林這麼厚這麼油 適不適合塗眼周 其實我問過醫生是很適合的喔 因為它其實是很單純 很純淨的一個成分 然後如果你的眼周皮膚很乾 或者是有受傷 其實薄薄鋪一層凡士林 是幫你保護皮膚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最後一題啊 其實也是最關鍵的一題 就是敏感肌或者是一般肌 到底應該怎麼選擇凡士林 其實我這邊啊有推薦了三瓶凡士林 其實也不是我推薦的啊 是也是一個皮膚科醫師 他大力推薦的 那其實市面上最常見的凡士林 就是這個凡士林這個牌子 它是三重精煉凡士林 那純度也是百分之百 所以也是到處都買得到的凡士林 那另外網路上面 也有人推薦這個王族凡士林 它也是屬於百分之百的凡士林 不添加任何的添加物 那它其實上面也有寫baby 就是如果你有生baby的話 baby如果有紅屁股啊 或是蘋果臉啊 就是皮膚很薄 需要油脂保護它 其實擦這個也非常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也是皮膚科醫師推薦 小股大碗 就是這麼大一瓶 其實你看跟別人比較起來 它真的大概多一倍吧 它也是美國原裝進口的純凡士林 其實凡士林還有一個妙用 就是在可以卸妝 對其實如果你要去買那個 很貴的那個卸妝油 其實你選擇這種凡士林也可以耶 不過因為它其實在台灣的氣候 台灣的氣候 凡士林有點厚重 如果你要卸整臉的話 有點困難啦 如果我覺得你 如果是眼部的彩妝 或是唇部的彩妝 其實用這個大罐的凡士林來卸 也可以卸得很乾淨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的保養問題 彩妝問題 歡迎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會回答你喔 嗨 幹嘛呀 你們要來幹嘛 想要看我在房間裡幹什麼是不是 鏡頭都不說話耶 但是進來吧 歡迎光臨 歡迎 現在現在 我正在悠閒在看書 因為 昨天剛看完了非常好看的秀 然後今天晚一點的 在工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還可以有時間出門逛逛 然後我在看的是這個 無名義的書 我現在想要來泡一個 很好喝的東西 因為昨天去看秀的時候 其實天有點冷 平常我其實都會帶這個薑茶出門 因為我們拍戲或者是晚上啊 就比如說像昨天看秀 本天很涼 穿的又比較單薄 隨身帶著 黑糖味老薑片 女孩子們的好朋友 平常喝咖啡的 你看 我是隨身出來的時候 都會帶著 耳掛式的咖啡 因為我很怕到底 到哪裡沒有我喜歡的咖啡 整個給西就很多 就會有 磨豆機啊 豆子 然後會有那個 過濾咖啡的 然後下面還會帶一個 涼杯 所以整套起來就是 會占掉心理箱一大部分 所以我心理箱裡的東西真的 很多 我記得我被問過人家說 我帶最奇怪的還有體重機 就陳奕涵送我的體重機 超迷迷的一個 這一房應該會做什麼運動嗎 運動其實還滿多的耶 其實我們平常很常做半鐘桌 或者是 就是會寒胸嘛 所以其實胸都很悶 但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躺在這裡 會有一個高度 高度差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慢慢的 先把眼鏡拉掉 往後倒 往後倒 哇 你有聽到卡卡卡的聲音嗎 就是你整個拉背 哇 整個胸都開了 然後你可以把手往前放一點 會拉得更開 太舒服了 舒服到我不想起來 這個可能有點稠 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你找一個地方可以勾住腳的 你到這就不會甩倒 然後 你的腳勾住了之後 其實可能這裡是要開90度 把你的上面分往下抖 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勾住的原因 就是讓你不要翻過去 然後你就會發現 哇 肩胛骨這裡 現在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它會 深層按摩你 肩胛骨最深最疊的地方 左右兩邊拉完 一身輕 不好意思 讓大家看到很奇怪的 這是我的心情已經被我 已經破爛到成這樣 但是那是我出國的時候 一定會帶的東西 就是睡在外面的時候 一定會帶的東西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我就把它壓在枕頭底下 登登 這個是什麼 看看 瓜沙棒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吃感冒藥的人 因為感冒藥 凡是藥必相生 尤其會傷腎 所以就是 本人就會 研究一點點 中醫啊 精略啊 穴位這些 然後我後來發現 穴位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 當你有一點點開始 覺得好像吹風吹到頭痛的時候 登登 這裡有個地方叫風池穴 在後面 耳朵後面這邊 然後你只要拿 就是 插一點精油 然後用這個刮沙板 在這裡 這樣 刮… 這是不是跟外面街上很多那種 老爺爺 然後奶奶的一些照片行為 可以合在一起 這條一直刮一直刮 或者是 如果你有吹風機 你就拿吹風機 不要燙傷自己 不要燙傷自己 就是一直吹一直吹 然後你吹到 右邊吹完吹左邊 然後還有頂端的這個百會穴 你也可以吹一下 你就吹到自己有點發汗 如果有朋友可以一起幫你的話 就吹膏肓 膏肓就是在 後面兩邊在甲骨這裡 就是你也吹它 然後你吹到自己熱熱的發汗之後 你隔壁保證沒事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穴位叫首三里 你仔細看會發現 我這裡有一條 有點像小玉琴的這種東西 有看到嗎 我沒有被加爆 我沒有被打 我是自己按自己 因為我來 我就說我來的時候 有一點就是吹到風 所以我就從首三里這邊開始 然後一直刮刮刮 這邊有一條肺筋 沿到手的這個穴位這邊 就整條刮完了之後 一樣就是你就不會感冒 就很舒服 但是刮痂完了之後 千萬不要洗澡 大概有四個小時 不要洗 然後你要先喝熱水 就是喝三杯熱水下去 這個是我認為非常好用的 那當然 平常除了面對感冒之外 睡前為什麼我放在旁邊 因為睡前我會拿來刮腳底板 腳上有千千萬萬的穴道 都是對我們身體太好了 所以沒事我覺得活躍它一下 那我想這畫面 你們應該也不想看到吧 女人在那裡又刮腳這樣 自己在不管食補上面 或者是 就是我會煮那種紅豆 茯苓蓮子湯 就美白去濕又去水腫 然後或者是吃桃椒造角米 就是會幫助自己的皮膚水嫩水嫩 就這件事情就是 你慢慢經過自己試驗之後 就覺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就會 每次看到相關的資訊就會看一下 然後再試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當然我的長輩 就是家裡的長輩有時候 也會發一些太極啊 然後把斷景的一些 video給我 所以我們就會 互相交流一下 就是我隨身會期待的辣椒粉 所以就想到了 因為我是一個很害怕麻煩別人的人 然後常常去外面的餐廳 尤其是去比較好的餐廳 其實師傅會很討厭你在他的料理上面加辣 所以呢跟他們要求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小白眼 我後來就學會了自己帶 不要告訴他們我有家 但是我又吃得開心 基本上我到任何一個城市 我都會去跑步 就是第一件事 而且因為我 我們常常飛 很容易是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剛好是早上六七點那一鐘 然後我會先去跑步 跑完之後再回來一起洗澡 那你跑完之後 你就整個人就 哇整個人清醒 不然的話其實 一睡下去你的實相就會很難挑 就讓你自己先high起來 那我去準備一下 因為我的小團隊們想出去逛逛 把我的東西帶一帶 辣椒粉一定要帶 然後手機要帶 我出門時候一定要帶環保塊 就這個我也可以蓋著 跟一個喜歡的墨鏡 出門還是要戴一件外套 巴黎現在看起來好像有點太陽 但是到晚上就會變很冷 所以 穿這個應該會有點太正式了吧 畢竟跟它是去觀光街 還是我來穿這個大外套 這件出手就完全不會冷 不管它降到零下我都不會冷 椰子的話我來挑一雙小黑靴 小黑靴還不錯 而且又是平底的 還滿適合今天有專的辦 小黑靴 好看嗎 好啦那這裡交給你們囉 我房間的蠟燭還在點 所以走之前幫我把它吹掉好嗎 有看到帥氣的我嗎 我一定要這樣換掉 我這樣更帥一點 那眼睛就不戴了 好不熱情喔 你們都沒有人陪我 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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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不要幫他 我自己的爸爸 愛你 謝謝你們讓我生長的這個家庭 你們送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部 也就是信任 你們讓我自己在 在那裡 就當他們留學 而別人問我 也都沒有停止 但是一個人工作 所以現在你們對我們 也就想要 拍攝你們的時間 我們一轉眼 就到司機関的人問 他們說 對美的人生的風景 是 父母為老 可以共產業論 更成家 中文道路 我相信天文 將會 更好更大的幸福天文 我的爸爸是個工廠商場的藝術家 小時候我收到 最愛的禮物 就是爸爸留心的巧克力 還有媽媽 C書院來的一些素顏 通常都是用 航空公司的餐巾紙 每次 早上每天工作都很早 每次出門前 我都會收到爸爸的禮物家書 那其實只剩一大門早 加說 總是比我更早的 靜靜的疼在我的床頭 這就是我每天早上的第一口 鮮靈陽氣 可是爸爸 你這天真的比較乖 我開始就擔心了 我覺得爸爸你現在 真的可以和你想一些 夢想太偉大的事業 你要好好放鬆 然後爸爸享受了生活 一切都是我講的 我的媽媽 試試看 最美麗最大的媽媽 媽媽想要被我 當著她說話的時候 你一定要立刻在住我的雙手 覺得不要被添 我們所有的樂觀 會被添青 都是在自我母親裡 我現在選好之後 當我最忙碍的時候 我媽媽一直告訴我 一定會好 一定會好 那你絕對會好 它成為了我的心臟 讓我呼吸 繼續了 有能量 可以温温的 回到現在的自己 我媽媽被困難說了 她總是告訴我說 你孩子 你就只要多努力 你多做 你一定可以的 我很希望現在 我所做的一切 媽媽看到的 都是驕傲的 媽媽都跟我說 你有沒有那種對象 你怎麼收結婚 我就說 媽媽沒有 我可以 我要照顧你 今天我結婚了 媽媽 這個沉默 還是一樣的 然後 可以有多一個人 一起照顧媽媽 我很愛你 我很幸福 我也很愛大家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 來見我們的幸福 以及共同分享我們的幸福 chúng都可以 請說 謝謝